临近春节,香港疫情形势坚持严峻 截至1月22号临时,香港新增26宗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日前,出现超级传播的奎冲村易奎罗群组持续扩大 当天下午6时许,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就疫情情况会见传媒时表示 奎冲村的奥米克戎病毒已出现几何式传播 初步确诊个案已在短时间内增至105宗 在奎冲村的奎一楼是1月20日 当时包括确诊及初步确诊的个案是9宗 这是1月20日 所以整个疫情发展得非常快 到昨天1月21日 已经累计去到20宗 即是翻了一番 今天我刚才给大家的数字 包括亦都是初步确诊的个案是105宗 就翻了,不翻的了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很担心的 世界各地出现了的几何式的爆发 就在这个村里面出现了 林郑月娥表示 初步确诊患者是一位居住于小葵楼服务村内的清洁工人 任职杂工,服务范围遍及全村 清洁承办商在村内的40多位清洁工将被列为紧密接触者 被送往竹高湾检疫中心进行检疫 林郑月娥表示 就当下严峻的疫情形势 特区政府已经采取相关围风抢检措施 只在截断病毒传播链 早于1月19日 当时知道初步的确诊个案 已经在日葵楼当晚 1月19日 做了一次围风强检 或者我们叫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 做完之后当然也都需要做重复的检测 第二个採取的措施就是昨天知道的情况是恶化 我们昨天也透过食物救卫生局局长 公布了一个五天的围风抢检 这个是在两年来我们都没有用过比较严厉的措施 这个围风抢检将一直持续到1月26日早上7时 期间所有在日葵楼的居民是需要接受五次的检测 第三个措施就是今早凌晨4时 就知道影葵楼也都有个案了 就在今早凌晨4时 就着影葵楼又进行一次围风的抢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